近日韩国爆出deepfake性犯罪事件 据韩媒报道 大量利用AI换脸身为技术制作的色情影片 照片在Telegram群组中被广泛散布 受害者涵盖未成年少女 高中生到大学生 被恶意换脸的女明星更是多不胜数 严重程度堪比四年前震惊社会的N号房事件 根据路透报道 自安企业Security Hero 最新的研究报告点名韩国 提到从韩国社群网络上 一共搜查出9.58万只伪造换脸的不哑影片 其中超过一半以上是该国女性艺人 不哑影片中99%比例都是女性 对于私密社群流传换脸不哑影片 韩国警察厅也表明将扩大监控团队规模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韩网也曝光了在该APP上 受害最严重的女偶像Top10 呼吁各大娱乐公司采取行动 其中JYP娱乐最先打响了维护艺人的第一枪 已经正式提告 JYP娱乐在声明中表示 对于成员遭受deepfake影片攻击 将全力搜集相关证据 并与专业律师事务所合作 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法律行动 维护艺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强调 这类侵犯隐私的行为 以严重影响到艺人的名誉及心理健康 公司正在搜集相关证据 将采取法律行动 绝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性犯罪行为 但在这份榜单中 有部分女艺人的权益 甚至得不到公司保护 也是让人心酸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10 Nugens Hanny 第十名是Nugens的Hanny 毫不夸张地说 说Hanny是Nugens这支人气女团中 实力最强的ace 不管是在打歌舞台上开麦唱歌 超稳不切场的歌唱功力 抑或跳舞时那种游刃有余 又不缺少power的轻松感 不少粉丝都觉得 拥有精湛舞技和清新歌声的Hanny 真是有自信到闪闪发光 偏偏她的脸蛋又走精致小巧的甜妹路线 天生拥有一副日韩少女般的脸孔 但其实Hanny的父母亲可都是纯越南籍 也就是说Hanny并不是混血儿 而是道道的地的越南人 但即便是这样 也不能让她成为被人伤害的理由 令人感到非常不适的是 根据韩国年龄计算 Hanny几乎是刚刚成年 就遭受到这种被合成照片的恶意行为 这让许多粉丝感到极度愤怒 纷纷呼吁经纪公司迅速采取法律行动或其他手段 绝不能让这些罪犯逍遥法外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9 秀智 除了新生代女团外 已经出道多年的秀智也未能幸免于难 最近秀智刚刚宣布与金宇斌二次合作 秀智此前在任意依恋饰演 虽有正义感却不得不为钱低头的制作人 当时和金宇斌的感情线就非常虐心 虽然该剧回想并不大 但秀智真的美出新高度 本就清纯 充满邻家少女感的脸蛋 搭上聚集清新中带有虐心的氛围 看上去更是仙气满满 每一帧画面都美如天仙 这一次两人在IG上分享的片长幕后花絮 更是引起了热烈讨论 加上八年前的虐心神剧任意依恋 让粉丝们久久难以忘怀 粉丝们也纷纷表示 希望欧妮不要因为这些不好的事情影响心情 继续带来精彩的表演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8 Blackpink Jenny Blackpink Jenny自出道以来 一直生活在毫无隐私可言的状态下 从去年与防弹少年团位的恋情疑似曝光 最近拍下二人在巴黎约会的阿玛才分享了她的故事 她出现在Sabo Production播客节目中 透露了她是如何拍摄这段影片 阿玛解释说 她通常拍摄美国名人 她的一位热衷Kpop的朋友告诉她 V和Jenny正在巴黎 当时并没有任何公开信息显示Jenny在巴黎 她本来应该在泰国 拍摄完影片后 阿玛等了三天才上船 避免粉丝打扰这两位名人并蜂拥到该地点 她提到自己为了拍摄画面 阿玛在香榭丽社大街的一家俱乐部外 等了一到两个小时 直到她看到两个人手牵手离开 不过Jenny被人害入手机并外泄照片开始 Jenny就成为了 最早一批受到AI合成照片技术迫害的一人之一 网上经常出现许多与Jenny相关的非法照片 部分黑粉更是利用这些来对她进行造谣和诽谤 粉丝们也希望Jenny的经纪公司 能够尽快采取法律措施 保护她免受这些不法行为的侵害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7 Red Velvet Irene Red Velvet Irene作为以美貌著称的偶像 虽然近两年较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个人生活照 但仍然成为有心人士恶意合成的对象 许多粉丝都希望SM娱乐能够认真处理这些事件 尤其是最近SM旗下 另一男团成员也被爆出涉及性犯罪 甚至警方表示该成员 于6月13日因受害者报案而被立案 而6月13日恰逢她的生日前夕 在她生日当天还进行了直播 并且8月还在公司安排下进行了粉丝见面会 这使得粉丝对SM 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女偶像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危机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6 Aspir Karina Aspir的人气成员Karina也不意外的 出现在此次受害者名单中 Karina一直以来以漂亮的脸蛋与娇好身材出名 此次Deepfake事件更是让粉丝们对她感到无比担心 尤其是最近Karina的舞台服装频频出现问题 让人忧心她会因此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粉丝们强烈希望SM娱乐能够妥善维护女偶像的权益 保护她们免受这些不法行为的侵害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5 Twice Sanna Twice的顶级人气成员Sanna 不仅能完美驾驭成熟性感风格的成员 也是团内拥高人气成员之一 随着Deepfake事件逐渐发酵 我们开头也提到 JYP娱乐在8月30日迅速发出声明 表示将对成员涉及的Deepfake影片采取法律行动 绝不纵容这些犯罪行为 此举让粉丝们稍感安心 也为其他经济公司树立了表率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4 It's Euna 接下来受害最深的前四名女偶像 几乎全都是今年刚满20岁 才刚到韩国法定成年的年轻成员 It's E的Yuna在16岁时出道 虽然一开始It's E以Teen Crush风格为主 并不显得突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少粉丝开始认为Yuna的服装偶尔过于成熟 与她的年龄不符 这也再次引发 对Kpop偶像出道低龄化现象的质疑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3 La Seraphim采源 La Seraphim的采源 曾被许多男网友票选为最理想的女友型偶像 但这次她也未能幸免于难 令人遗憾的是 至今Hype经纪公司 尚未对此事件发表任何相关声明 再加上Hype理事长房石鹤自身 也陷入了与女网红同框出游的争议 甚至TVN喜剧直播节目SNL Korea第六季 谐星李秀智和金桂园 在节目中完美地模仿了 房石鹤与果汁誓言在一起的画面 这让不少网友对Hype高层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质疑其对旗下艺人的保护能力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2 Ive张元英 Ive的元英在前两天刚过完20岁生日 却立刻陷入这场争议 让粉丝们感到无比心疼 虽然元英依旧收获了各大品牌的生日礼物与祝福 但粉丝们还是希望 经纪公司Starship娱乐 能够对这些不法人士采取强硬措施 不要轻易放过他们 正如日前YouTube频道脱粉收容所 屡次对元英进行造谣后 经纪娱乐坚持起诉并表示绝不和解 这次也应该同样坚决维护艺人的权益 Deepfake受害女偶像Top1 Nugent Minji 最后受害最严重的就是Nugent的Minji 根据爆料 Minji在该平台上 遭到恶意合成的照片多达接近18000张 成为此次Deepfake事件中受害最深的女爱豆 尽管目前所属公司Adore尚未采取行动 但Minji已经在与粉丝互动的 Falling平台上更新了状态 写下Don't be blue 这简单的一句话让粉丝们瞬间泪崩 年仅20岁的她却要承受如此肮脏的恶意 还懂事的先来安慰粉丝 简直太令人心疼